2023年提回来的车 现在已经2024年了 回到家这是第一件事 先去修车 今天其他问题先不管 先把空调给修了 要不然我们去挂牌子 还要去西安 这路没空调可不行啊 走吧 现在已经到了修理厂了 让人家进去给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是冷风出风的 就是这个暖风是 没有一点风 来风了 来风了 他把前面那个盖打开 这就有风 这玻璃也有 一手毛这 这也有风 有风 真的有风了 这吹玻璃没有任何问题 风还挺大 对啊 这出风模式 哦 风很大 把那个盖一打开 这就有风了 说明那个盖的控制有问题 对 现在就是这个盖子 通过里面的那些个 滑动的那个开关的话 是控制不了这个盖子 其实这个盖子一打开 里面就出风 对 现在这个盖子相当于 一直是关闭状态 所以没有气往里面进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是那个拉线 就是他太松了 就是导致你 拉紧了之后 他不足以把那个盖子打开 把那个拉线紧一下 这个盖子的开头角度 是不是能够 就是开的时候能完全打开 关的时候能完全关上 这边师傅说修不了 而且配件什么的都比较难弄 现在确实是 就是那个盖子 一打开的话是外循环 然后关上了之后呢 应该是内循环 但是呢内循环就没有封 也就是说内循环进封口 或者整个管道堵了 然后还没找到 内循环的进封口在哪 现在又换了一家 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修一戏啊 来再来一遍这个流程 这块坏了 那坏了 这儿 在这儿 对我拖着 我会 对你俩还是 对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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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这个相当于跟人脱臼一样 相当于这个一脱之后 然后就整个这个 空间系统控制不了了 就算这个盖子它好着呢 它没问题 内循的话 这个盖子完全关住 那里面还是没封啊 对啊 我们还按住 盖子关一盐了之后 还是不走 对啊 空虑过了 空虑在哪 他们现在怀疑 内循没封是不是空虑的问题 这个空虑呢 空虑在哪呢 找了一圈 我们都没有找到 空调绿星在哪 老高没办法 群里问了一下 2045群里面 给我说 我们有空调绿星吗 为何 下面的人回答 没有呀 那就不是空调绿星的问题 那到底啥原因啊 对啊 为啥 那内循环 为什么一点风都没有 对啊 经过一下午我们线两个维修厂的琢磨 现在就是确定了 就是这一部分 应该是哪有问题了 因为里面的推杆 对外面的这些个控制的这些板啊 什么的 控制不到位 其实就是里面的推杆已经走了 已经动了 但是外面呢 没有什么反应 也就是说这边 那后面的风口都打不开 对 完全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给我的建议就是说 呃 去先去伊威克的4S店去修 因为没有配件 那东西不好找 你知道吗 经过这件事 我就预感到以后的日子了 修车 找配件 找配件 修车 没有 现在压力一下就到了我身上的感觉